哇 好大的一条鱼啊 今天如果村头古井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一条鱼跳了起来 于是从家里面拿了一个抽水机过来 完了 这回抽水机也掉下去了 这回怎么办呢 完了完了 不是吧 咱们得想个办法 把这个古井里面的水抽出来 把里面的大鱼给抓起来 想了个办法回去家里面 又拿了一个抽水机过来 这回必须把里面的水抽干 把里面的大鱼给抓起来 现在咱们把抽水机拉了 你带抽水机把古井里面的水抽干 听村里面的老人说 这里面的雨在足够的条件下 可以等到能把那么大 在水位下降之后 我们在水井里面 发现了有好多奇怪的东西 你们看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现在我们下去把他们全部都拔上来 这是一个箱子 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这好像是个保险柜 我去 不知道 这还有一个坛子 不知道这个坛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去 这也太多了吧 咱们再摸一下 看一下还有没有 先把这里面的鱼抓起来再说吧 哇塞 好大一条鱼啊 一条大鲜鱼 你看 我去 这边还有一条 本来就是刚刚那条鱼嘛 哇 直接上过一条大鲜鱼 这个大鲜鱼还挺滑的 应该有个十多斤的样子 我去 必须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 一会把这些箱子打开 看看究竟有什么 好 好